另外一个现场来看到的是六龟育幼院 国君弟兄现在协助他们在清理环境当中 情况如何呢 我们先请许少平告诉我们 少平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六龟育幼院 虽然这一次台风重创六龟乡 不过在育幼院这边84个院童都是安然无恙 早上呢是有40名的国君弟兄来协助他们清理家园 可以看到小朋友们跟这个国君弟兄们 都在这个碱树叶还有碱树枝 要通通把这些垃圾给清下山 那么在过去12天里面呢 其实育幼院这边是没水没电的 38个老师还有48个小朋友 这12天来呢都是用雨水来洗澡 那么吃的东西呢就靠外界捐赠的物资 那么对于呢这一次能够平安的度过风灾呢 小朋友们也充满感谢 那么在早上做成根的时候呢 是天真无邪的唱着圣歌 场面相当感人 来看看现场情况 这一次龟山育幼院的全体师生们平安的度过了风灾 但是小朋友也知道说外面的灾情相当的严重 甚至很多小朋友都没有了父母 没有了家 因此呢是格外的知足惜福 也祈祷说这一次的灾民 还有小朋友们都能够坚强的度过难关 那么在下午呢 总统马英九也会来到六龟与幼院这边来探视院童 在下午这边有最新的情况 会再透过连线为你报道 先将时间交还给棚内